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陈云福 今天很高兴又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 叫做不靠药物不减盐就能健康的降血压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现在台湾要想吃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 因为我们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 我们还有非常蓬勃发展的外送 所以只要你想吃东西随时随地 只要一通电话你就有东西可以吃 但是相对性的也造成我们国人的饮食 失调的问题而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 而这些的慢性疾病严格讲起来 就是所谓的生活习惯病 现今罹患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血脂异常这样子的生活习惯 病的年龄层是越来越低 相对性的我们的疾病年轻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但这些疾病发生的时候 用药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还是说可以借着饮食的改变而改善 高血压是现代常见的生活习惯病之一 其旦血压併高用药几乎是医界的医疗标准 而且病人因为害怕血压没有控制好 而导致脑中风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甚至腎脏病发生的危机 在民国110年十大首要年龄当中 高血压性疾病已经是排名第七位 所以如何不叫这一些有罹患血压偏高的朋友们担心害怕呢 如何来降低血压控制好血压 在日本在台湾都流传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能藉由饮食、藉由运动、藉由生活习惯的改变 都可以来改善血压的问题 而三口医生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非常多的论述跟一些临床上的经验 这些经验都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看见 就是如何控制好我们的血压 书中他对于降低血压的饮食建议 在临床营养上的立场来看 是非常的有根据的 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 书中所提到的两个饮食的模式 一个就是减盐 一个就是蔬食的部分 讲到盐巴跟血压的关系 大家马上会觉得说 有血压高的人要吃得清淡 不要吃太多盐 虽然在国建署的建议 国人每一天的盐巴的摄取量 在六克以下 但是通常我们都已经超过这六克了 而在三口医生的临床经验里面也发生到说 盐巴的摄取量以血压的平稳度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相关性 他说以其我们在乎盐的摄取量 我们不如应该要在乎的是我们摄取的 到底是哪一种盐 记者在国内前阵子曾经流行一种盐 叫做玫瑰盐 玫瑰盐 盐巴里面其实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矿物质 一个就是钾 一个就是酶 而钾跟酶呢 跟心血压管的健康是有相关性 跟血压其实有相关性的 而钾跟酶在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量最重要呢 就是蔬菜水果跟豆类里面是含量最多的 所以以其说我们在乎盐巴的摄取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是应该改变我们的饮食模式 增加蔬菜水果跟豆类的摄取 对我们身体跟我们的血压是不是更有帮助 苏州他有提到另外一个改善血压的饮食建议 就是素食 而素食呢 在最近这几年成为一个大流行 很多人为了健康的关系 而改变他的饮食模式 成为素食的模式 但是素食其实还是有被诟病的地方 尤其是他所使用的原料 可能里面含有很多的人工的添加剂 还有油脂的成分在当中 所以如何摄取健康的素食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而三口医师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他在这个部分也有一个很长的论述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若此时你正愁着自己的血压控制不好 而不是如何是好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来看 相口医生所学的这一本 不靠药物不减盐 就能健康的降血压一书 若能够照着书中的方式立行的话 相信你的血压要控制好 并不会是一件难事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